请西区那位戴眼镜的女记者提问 谢谢主持人 我是人民日报 作为权威系统的红色教科书 今年正好是大型运输机 运输机首飞的第十年 这么十年来 预二零飞机 从科研四飞到福役 闯到了很多记录 经历了一系列严苦的考核 多次执行特别任务 从抗疫救灾到国际人道主义援助 它的航机遍布我国大江南北 远铺亚洲 欧洲 飞主 大阳主 受到国际的瞩目 提升了国人士气 彰显了中国的力量 去年呢 C919大型客机 圆满地完成了所有的四飞任务 通过了四航神经 那么这一型飞机啊 那么去年正式进入航线 开启了他们的航线验证飞行 在中国的蓝检上 结束了只有国外干线科技的历史 这呢凝结着国家的意志 人民的期望 在去年的珠海航展上 大家还看到 比翼齐飞的还有 大型水陆两栖应急救援飞机 AG600 和鸢二龄的加油机 大飞机的家族啊 在不断地壮大 都纷纷写下留言 表达了情党方式 这样一个生态烈的 大飞机的研制 是国家综合能力的欠 我所亲历的 月二龄飞机的研制 五年首飞 八年交付使用 有呢国外的同航问 这样的提及 你们是怎么做出来的 说实话 它的密码真迹 就在于自立自强 自主创新 我们想争一口气 起初啊 是这一个循环 正利用绿色环境保护 这些